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众所周知,明星的收入一般都很高,尤其是一些知名的艺人,这收入更是非常的不错。 不过也有的艺人虽然收入很高,但是平日里却是非常的低调,就像吴磊也是其中的一位。 吴磊平日里太过于低调了,对于吴磊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,吴磊可是童星出道的演员,在他小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出名了,而前不久吴磊还出演了《长歌行》这部作品。 凭借着这部作品也让吴磊获得了超高的人气和热度,以吴磊现在在娱乐圈中的发展和人气热度,他的收入自然也是十分可观的。 不过一直以来,吴磊都显得十分的低调,从来不在公众面前显露自己的财富,这也是挺令人觉得讨喜的。 相信大家也都看到,吴磊平日里可谓是非常低调,即便是出门上班,也都没有看到他做什么豪车出行,简直是低调的让人觉得他不是一位知名的演员。 毕竟有很多艺人在出名之后,收入高了,甚至还会各种炫富,豪车代步也已经是十分常见的事情。 但是吴磊却是不太一样,吴磊骑自行车上班却开豪车接送朋友,如今吴磊也已经是21岁了。 按照他这些年来,在娱乐圈中的发展,他的收入自然也不低,但是之前还看到,吴磊骑自行车去上班,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 前不久吴磊在工作完下班的时候,因为骑着自行车下班而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。 没有想到,吴磊竟然还骑行上班,这也实在是太接地气了吧。 不过吴磊,虽然接地气,甚至是骑自行车上班,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钱。 对于一位知名演员来说,怕是最不缺的,就是钱了吧。 但是,能够像吴磊这样,有钱又低调的,着实是不多啊。 最近有网友拍到,吴磊开百万豪车,外出会有,在照片曝光之后,可谓是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 万万没有想到,一向低调的吴磊,竟然也会有,这么豪的一面。 据悉吴磊的豪车,竟然还高达五百万,这简直是,太令人匪夷所思了。 吴磊开百万豪车外出会有,看到这样的吴磊,也的确是,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。 要知道,他骑自行车上班,如今却是开着百万豪车,去跟朋友见面。 这低调的,也实在是太过分了吧。 据悉吴磊,在接送朋友的时候,竟然还当了朋友,一天的免费司机。 吴磊这可是,又出钱又出力,有这样的朋友,也实在是太好了吧。 没有想到,平日里,骑自行车上班的吴磊,如今竟然开着五百万的豪车,给朋友充当免费司机。 在这个消息,曝光之后,简直是,令人震惊到扎舌。 像吴磊这样的艺人,还真是不多见啊。 再看看别的明星艺人,出门的时候,都是乘坐豪车出门,尤其是李湘,就连出门买菜,都开着豪车出去。 这样的对比,简直是不要太鲜明。 其实吴磊,拥有百万豪车,这也是,最正常不过的事情。 毕竟吴磊,再怎么说,也都是,知名的演员,从小到大,也赚了不少钱了吧。 只不过平日里,太过于低调,所以大家才会忽略了,他竟然也会有这样的一面而已。 吴磊有钱又低调不得不说,有钱人还真是低调啊。 平日里,看到吴磊这么低调,难得看到,他高调一次。 这还是挺令人意想不到的。 不过虽然说,吴磊开着豪车,出门接送朋友,但是却充当了,一整天的免费司机。 可见吴磊,对于自己的朋友,也挺够意气的。 不过与其关注,艺人的私生活,还不如多关注艺人的作品吧。 要知道,吴磊现在的演技,可谓是越来越好了。 就像他在《长歌行》这部作品中一样,表现得,也都非常的出色啊。 其实对于明星,有百万豪车,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 毕竟在娱乐圈中的,众多艺人当中,试问又有哪些,是没有豪车的呢? 何况吴磊,还是一个男孩子,对于很多男孩子,或许对车,都比较感兴趣吧。 本篇文章,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大家看完之后,不知道,又有什么想说的呢?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